作词 李宗盛 你就是那个体面先生是吧 我听说我大哥什么都听你的 不敢 小人位卑言轻 只是来替大公子传话的 上回是劝详书 这回玩什么花样啊 大公子决定投降 这时候投降 当我三岁小孩啊 这是大公子 割破手指所写的血书 已是诚意 二公子可以拒绝 但若不想 玲珑郡主有危险 在您发兵之前 最好还是先看一看 怎么 威胁我 小人不敢 不过 大公子的脾气 您是最清楚了 若真是把他逼急了 他可什么都干得出来 他叫你 你俩干什么呢 游将军该换药了 去把门打开 你是上次那个神医啊 正是我 你们大公子 让我给游将军换药 不是 全府上下都改叫严公业了 怎么就你还叫大公子 跟我有关系吗 我只管换药 其他的跟我没关系懂吗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算了算了 怎么跟神医说话呢 跟他叫什么劲啊 人家神医 赶紧的开门去 跟我走吧 我来给游将军换药来了 半个时辰之内 眼睛就会率着大军杀进戏血首府 到时候咱们趁乱逃出去 那咱们现在去哪儿啊 后院有一个闲置的杂货间 若各位信的国玲珑 请随我到那之后暂闭一下 你既然能帮我救出来 要去哪里 随你去便是 没关系 老板 只能心委屈一下大家了 辛苦你了 没事 严公爷 您这块玉佩 怎么了 这是严卿给我的 跟您手里这块一模一样 不可能 这玉佩只有一个 是严卿亲生母亲留下的 你这块哪儿来的 是严爵给的 严爵还用这块玉佩设计陷害过严卿 那之后 严卿就一直把它佩戴在身上 前几日才转赠于我 绝儿是怎么知道的 是我给他的 你放着好好的太尉不坐 自请镇守西绝 我知道 你就是心里 放不下轻儿的生母 这么多年 我的心思你不清楚吗 这三个儿子里 只有绝儿跟我最亲 那天绝儿说想看看 我就给他了 你糊涂了 父亲 这也不能全怪母亲 毕竟他也不知道 大哥会复制二哥的玉佩 拿去信孩儿哥 绝儿这个逆子 我要早知道他心术不正 也不至于有今天 这两块玉佩太像了 也不知道他给清儿的 是真品还是艳品 如果真品被毁 那真辜负了他的娘亲的期望 公业莫及 您随身佩戴的那块 才是真品 你怎么知道 你那块玉佩上 有一层淡淡的光蕴 我说得不对吗 你是不是弄错了 父亲那块玉佩 并没有什么光蕴 没有吗 你真是难处藩王的女儿 父亲为什么要问这个 玉佩的身份和血统 在南处王宫 都是记录在册的 不是 这都一个时辰了 燕青起飞起飞啊 他拿了虎符 昨晚也发来了信号 按说不应该有意外才是 不是 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 这 这么长时间没有动静 是不是 是不是 玉佩 是人味 爹 颜伯伯 颜伯母 出什么事了 哎呀 燕青不知道怎么了 所有人都找不到他 如果没有他的命令 大军不能上次行动呀 那那 完蛋了 完蛋了 这怕什么来什么呀 这是 现在 巡逻的守卫估计已经换班了 他们很快就会知道 我们不在房内 不能再等了 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先离开颜伯吧 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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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柔 你要去哪儿啊 我还以为你真心归手 没想到 你还是放不下 颜青那个野种 颜青我警告你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逆子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 父亲 那您眼里有没有我这个父亲 有过我这个儿子吗 你 我才是颜家的长子 这个爵位本该就是我的 你却迟迟不肯做出决定 好啊 很好 今天这个决定 我帮你做了 绝儿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你只要低头认罪 你父亲他不会责怪你的 认罪啊 认什么罪 我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何罪之有 既然你们都要与我作对 好啊 就别怪我不讲情面 都给我拿下 等等 此事与尤家玲珑没有关系 你放他们走 你就冲我来吧 谁不知道尤将军对您忠心耿耿 优柔和玲珑对颜青死心塌地 放他们走 就是放虎归山 阎公月 别跟他废话了 咱老阁俩也多年没有并进作战了 今天就让小子们瞧瞧 咱们这把老骨头 到底还中不中用 谁好 拿下 霜 别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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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哲老娘 我看你是不想活 与他智商 好好好 老眼 别别别 别别别 你给杀了他 我带你 我的药下拉砸不见了 零路给你的锦囊呢 里面有剂毒药 快 我没事 你不要灭了 我真的没事 静年 你不要灭了 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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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放开我 狼一你疯了 你根本就不是狼一 这些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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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云 你醒醒 轩云 原来是你 你怎么能破解了我的难处一树 往哪跑 你以为你能赢得了吗 你究竟做什么 如今炎爵和他的侍卫都已陷入疯狂 玲珑和你的父母兄弟也危在旦夕 你是想去救你所爱之人 还是教我吉拿归案 你想清楚之后再做决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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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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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都说你是花拳兴腿了 没错吧 别打了 他们都中了南楚衣术 快撤啊 撤撤撤 不 不撤 宫爷 宫爷 菊儿 你疯了 我是你爹啊 菊儿 我们都是你家园 你要听到我们说话 你就醒过来啊 宫爷夫人 他也中了南楚衣术 现在神志不清 我侯着 他的力气怎么变了这么大 废物 你还认得我吗 杨瓣 他的力气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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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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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母亲 老爷 我 爱你 清儿 灵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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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你放心吧 有弥撒先生在 玲瓏不会有事的 都怪我 所有的事情都怪我 这怎么能怪你呢 既然 你已经和玲瓏定亲了 她就算是颜家的人了 大哥出了这种事情 他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他为什么不能置身事外 我 我已经送他回边境了 我连房积书我都下了 她是为了我才回来的 你说什么 是我太子私了 我不该告诉他我喜欢他 但 司弟 我控制不住我没办法 你 喜欢玲瓏 喜欢玲瓏 二哥 你别开玩笑了 你不是和我说过 你这辈子都不成心 要找很多很多女人吗 司弟 你 刘五哥 你 你 你 连房积愿 我 你 无 还是 你穿住心底 无声无息 思念如是 铭刻在我心底 那回忆 一刻牵多少叹息 夜心疼云底 无声无息 天真无梦里 一望无际 一天一地 深情难以忘记 爱生你我依然没重注定 连龙 我明明不止一次说过 要用一生去报答你的救命之人 你这么聪明 难道真的不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吗 等不及 离人浪漫远程 一切散落点点滴滴 你为什么不等我 我梦里 相守一生 为什么不等我 我梦里 我梦里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不等你 我梦里 你涂到我心底 你遮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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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遮盖 我 我绝对不会放弃 君儿自大清醒过来 就一直是这副模样 爹 你看 这是孩儿 今天发明的新简讨 能够设得更准 爹 爹可是跟孩儿说过的 如果孩儿有什么新发明 就会抱着孩儿 去院里面摘果子 爹 你不会数还不算数吧 君儿 你怎么喜欢玩这些 爹 您不会忘了吧 孩儿长大要做工匠 为爹爹做好多好多的武器 诸剑杀笛 是 不要被我小娘知道 许许许 你小娘十二年前 君儿啊 今年几岁了 君儿今年六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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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血了 流血了 好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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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儿不哭 君儿不哭不哭啊 好疼啊 好了啊 锦儿 包起来 包起来一会儿就不流血了 啊 你真好 要是我小娘 像你一样好 就好了 你小娘 对你很严厉吗 嗯 他说我爹 只生了我这一个儿子 将来是要席绝的 他要骂我 性子软身体弱 将来会被人欺负 但是我才不在意 席绝有什么好的 将来 我要起一个超级厉害的媳妇 保护我们就行了 等等 这得改一改 爹 你等我改完了 再回去摘果子 嗯 不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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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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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玲 玲 你没事吧 你没事 太好了 我 我 我 喂 我告诉你啊 别高兴那么早 下次再用这种能量 神仙来了也不好使 有你这位神医在 我不会有事的 嗯 这都是 你 少给我灌明昆汤 我告诉你啊 下次再躲此 自己找我外包书上吊去 别给我添乱 先生 你去哪儿啊 神医我已经三天三夜没睡觉了 能不能让我睡一会儿啊 对了 长话短说啊 他现在精神不好 需要休息 那就有了先生了啊 玲瓏 你怎么那么傻 你为了我把自己弄成这样 谁说我是为了你啊 你还不好意思承认 你不为了我 那你跑回来干嘛 我是为了钱 往返车马盘缠 筹花布局的开销 冒险形势的辛苦钱 还有我的医药费 营养费 当务回南储的补偿金 总共是 黄金 五百两 五百两 那你还不如去抢呢 我没这钱 我总共一百两黄金 上仨被你给坑了 要是不行 我只有受伤了 就你那点肉 算猪肉加上注水 也不够五两吧 什么叫按猪肉卖啊 那我这样起码得按战马的价来卖吧 还是天津难寻的铁血账啊 是吗 那你插上草标去接上溜一圈 看看有没有人给你一千两 不要这么恶度吧 再不行 把我收作奴隶赐好你 你都会做什么呀 小锦会的我都会 小锦不会的我也会 只要我成了你的人 我每天给你当牛做马 我追不远 那我就先试两天吧 行 没问题 包你满意 肚子有点饿 立马做法 小锦 玲瓏香喷喷的饭菜 小锦呢 二公子 小锦他 你说 玲瓏在哪儿 这个 属下暂时不能说 我问你玲瓏在哪儿 二公子 有话好好说 我问你玲瓏在哪儿 密室 公爷把他带进来密室 什么 泥体内 怎么能有狼王的能量 狼王能量 念在姐妹一掌 玲瓏 你听我一句劝 把狼王能量交出来 有我在 保证不会让你受一点皮肉之苦的 难道我体内那股能量 就是狼王能量 你是怎么得到的 是不是在雪茵身上强强得来的 雪茵 是你们南处王室杀害的对不对 雪茵是谁 我从未听过这个名字 还敢跟我强辩 非逼着我用刑不可吗 来人 在 住手 爹 玲瓏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要这样对他呀 为什么 因为他是杀害你母亲的仇人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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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母亲叫雪茵 苍狼部落的狼王 十八年前死于南处 这狼王能量 随之也就散了 没想到会出现在他的身上 只有一个说法 是南处王室杀害了你的母亲 剁走了狼王的能量 给了玲瓏 你说我娘是狼王 那你为什么说我是割肌所伤 当时狼王能量秘密泄露 全天下的人都在抓你的母亲 那时候你才五岁 怕你的身份外露 遭到杀身之祸 我只有皇城你是第一剑出身 故意疏远你 是为了保全你的安全 你明明知道他在哪儿 这么多年 你都不去找他 遇到你娘时 我是个无意试图的闲散公子 总想跟他过一个安逸的一生 大难来临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我保护不了他 你母亲怕连累我 不告而别 留下了一封信和一款玉佩 心上再三叮嘱 不要去找他 所以我十二岁的时候 你就把我送到变换 不闻不问 你狼性难逊 留在西绝首府 早晚会出事 我又派了个亲信跟随着你 保证你在边关万无一失 亲信 谁 我可以找到你 我不想看 你把我放在哪儿 就是你 你把我放到哪儿 你不想看 你能践下吗 你太多了 你不想看 老 peuple 他的抵πε 派人全如大羊 是他 被他拒絕 就是為了查清此事 現在狼王的能量在玲瓏的身上 這證明了我們的猜測 把郡主收押 传往号令 十日之内发兵难处 不行 此时是玲珑路关 你不能这样做 混账 你为了个女人 混头了 你要是我给你母亲报仇吗 爹 我也想给娘报仇 可是你想一想 十八年前 玲珑只不过是 墙堡中的一个婴儿 她怎么可能 是害死我娘的凶手 凶手能将狼王能量 放在她身上 跟南楚王室 脱不了干系 我念她年幼 饶她一命 已经是法外开恩了 不要再说了 她每次动用狼王能量 都会自身受伤 把能量放在她身上 没什么好处啊 你现在断言凶手 是她至亲之人 真的过于草率 宫爷 属下查过 南南楚王对郡主十分量薄 倘若知道 郡主身上狼王能量的话 定然不会将她关于冷宫 让她自生自灭 还请宫爷三思 宫爷 宫爷 不是 干嘛 我要见宫爷 宫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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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证明玲珑是清白的 叫她亲来 宫爷 宫爷 我已入名之术 探寻过玲珑的内心 老王能量是一个她不认识的人 放进她体内的 具体是因为什么 我她也不知道 我那以神医名一起誓 如果有半句虚言 我愿自断双手 从此不再行义 爹 你相信我 再过一些时间 你现在真的不能冲动你 一旦发兵立马生灵涂炭啊 父亲 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找不出真凶 我就亲自发兵 向南楚王室讨个说法 好 我和玲珑立马动身去南楚 一个月 就一个月 我一定给你个交代 忠伯 四公子 要何吩咐 你去把我那方老康端雁包一下 用理科装起来 明日我要起程回京 老方端雁 就是你一直没舍得用的那方 没错 我要把它送给我的老师县国大人 务必包得精美一些 可那方端雁 您不是说要留到 家风汉林院学士之后 才用得到吗 四公子 你脸色很差 到底怎么了 我书读得太久了 是时候该做些实事了 你就按我说的去做吧 是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 你要等我 尤将军送来上好的添麻 我让厨房炖了鸡汤 给你补补身子 夫人 不必麻烦了 傻孩子 都要成一家人了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你先歇着 等顿好了 我给你端过来 天大的事也得有识有赏的吧 孩子都虚成什么样了 你们不能不让人家休息啊 还是母亲说得对 我有几句话要交代 你先回去吧 你先回去吧 公爷 多谢您在我和夫人面前 保守秘密 我不是帮你 我是兑现承诺 一个月之后 我再也拿不到我要的东西 别怪我翻脸无情 父亲 你随他们一起去南处 是 林璐 怎么样 怎么手这么凉啊 刚醒过来就这么折腾 能好得了吗 来来来 我给浩浩卖嘞 舌头 怎么样 不安心 不安心 小剑 我开个方子 赶紧把药煎给她吃 来 快 好 玲珑 你再什么都不要想 把一切交给我 我不累 你把大家都叫过来吧 商量一下 后面该怎么做 不是 你身体都这样了 我身体我知道 明天就要动身了 没有时间可以耽误了 行吧 既然弥娅是要找狼王能量 他一定知道我母亲 所以我想从他口中知道一些 关于我母亲的死因 老大 兄弟们都把西诀翻遍了 就算是个耗子也该翻出来了 可是弥娅连个影子都没有 是啊 老大 那小子诡计多端的 他要铁了心藏着 估计一时半会儿还真不好找 可我们只有一个月时间 不能把时间全浪费在他身上 除了他 还有哪能找到线索 南楚王宫 你说什么 我来西诀做质子之前 从未离开过南楚王宫半步 如果狼王能量自小在我身上 那唯一的线索 就只能在哪儿 可是 你不能因为这件事 回去跟你的父王 还有你那叔父们 就这么去对质啊 想要揭开真相 这恐怕是唯一的办法 行 我陪你一起去 我们就以定亲的名义回去 把真相查出来 老大 我们也去 就是 老大 还没有我们兄弟 跨不过去的坎儿呢 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 我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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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的心意玲珑明白 但此行凶险 先生实在没有必要绞进来 此言差异 我心意这么多年 头一会遇到你这种兵杖 只要能把它治好了 我死都治了 不说什么难楚国 就是阎王殿 我也去 好 有神医去 但最好 求之不得 求之不得嘛 轩悦 这一路上的行程啊 住宿点啊 就你安排了 我 对啊 之前不都是你负责吗 可我之前骗了你们 你们还能信任我吗 为什么不呢 虽然我们相遇的理由是假 但你舍命护我十年 是真的吧 而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也是真的 再说了 这小子 要不是你提醒我 不知道惹多少麻烦呢 是啊 轩悦哥 要不是你护着我 老大早把我打死了 童哥 老大 我 来吧 来 还有我 还有我 Zither Harp 我昏黄 皱丝梦想 而你惊愿了岁月情长 在下眉头却伤了心头 擦肩而过去思念不朽 在等谁回头 在等你太忙 寒笑说 愿与青红爱上 看了月头声 西楼里在左右 等你上一时 沉默和你相守 若举此只手 愿天长地久 愿这故事最后 谁和你爱上 在等你月头上 西楼里在左右 等你上一时 沉默和你相守 若举此只手 愿天闯地久 愿这故事最后 谁和你爱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